球手是岳绍华 180公分 哇 许基隆在打击 这三个外野手 守得是非常的尊敬他 哇 我们看这三个外野手 中间跟内也可能中间有个非常大的缝隙 背赛也曾经敲出了一支特大号的全雷打 支掉了一蕾的这一分 其实在蛮明显的往右边移的中方下 就看结果怎么样了 一好两坏 偏高的坏球 安打其实跟保送是一样的意思 这球打高了 二蕾上方的高飞球 但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球 结果真的没有看到啊 传到二蕾 还是出局 你还得看打出去的位置 有没有人站在那里 这一种守备的位置的话 平非安打的话 二蕾的这一分是守不住的 就比较有空间可以运用 所以想法先放在脑袋里 攻击会更明确 你比较没那么强的话 或许这就变成一个选项 结果没有打好 捕手接到之后 传向一蕾 徐基红打出去 距离捕手可能只有在前面一公尺而已 所以跑者第一时间看到捕手 往前来接球的时候 等于是两个人 就像刚刚球兵讲的 那五十颗球 其实偷手一定有找机会去休息 是 一蕾方向 这许基红刚好就是 哇 这镜头一个比一个还长啊 一个比一个还要专业 偏外侧的坏球 追评分在二蕾 超前分在一蕾 偏内侧 偷偷的阻碍了 一好三坏 这一个球放掉了 兩好三坏 偷偷在热身做准备 兩好三坏的情况下 许基红 这一个球 选掉 四坏球包送 要变满蕾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喊暂停了吧